大概剧场的新戏金门大国民 讲述的是此季金门第一颗种子 李国民的真人故事 尽管他已经往生了 而他的妻子却还是感念他的付出 骑在独轮车上边吹奏乐器 这是李国民生前在病房做志工的身影 回到金门 妻子杨秀珠总是开车载着他 穿梭各地做环保 李国民记挂做环保的心愿 由杨秀珠持续完成 在儿子眼中 爸妈的每一步都让善念在金门扎根 妈是觉得她来做有些事情的话 会比较有效率的多 所以妈去接触 接触这个慈悸的这些东西 家中的桌椅 多半是超过20年的老家具 因为用心付出 杨秀珠更懂得惜福 从只是在那边拍手 赞叹她 然后慢慢自己投入 自己去做 觉得做了 做了也就做了啊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自弹自唱露在其中 李国民的孙子遗传她的音乐天分 把家人的想念 用歌声化为祝福 大一新闻蔡林秋炳豪 金门报道